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当中国用送中条例 也要把台湾涵盖进去 变成中国一部分的时候 柯文哲出来讲说 台湾两岸关系 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它是在复合北京啊 难怪北京要由衷赞赏啊 那如果这样子的人当选 台湾的总统 台湾人民 民民 你要靠着没面子呢 那不是这样说 对 的确 来 听副委员 刚刚指责一下说 其实我们都太 这个误会韩国语了 就是说他进到中年半 我们都没有跟着进去 我们知道说 他在里面讲什么 重点是你进到中年半 就不对了 你进到中年半 而且你对外 当中年半对外发表的声明稿 是说他在里面是讲说 哇 香港一国两制啊 经过这么多年 他的丰功伟业啊 那你今天韩国应该说 没有 错了 我不是讲这个哦 我在里面跟他讨论哦 你们是错的哦 一国两制是错的 没有啊 没有啊 韩国也没有啊 就点点啊 还有今天我们在讲说 他看到这个反中的 所有103万人上街头 他没有任何回应 他说他不知道 然后8个小时 然后才发声明稿 好 今天还有一个好的机会啊 今天这个在高雄读书的香港学生 在高雄文化中心 他们开始办机会 就是要抗议香港 这个要通过这个逃犯条例嘛 然后记者就问韩国瑜啊 韩市长那你认为 这些学生这样子的机会 你有什么看法 他避而不谈 避而不谈 你看又失去一个机会了 我们在讲说 我们不是把一个小事情 然后放大在韩国瑜的身上 我们是从韩国瑜每一个小细节 看到他对于中国的态度 对于中国态度 他更懦懦 然后到中国他讲的话 完全没有表达到台湾的立场 这是我们的质疑 那今天或许我们讲的说 郭台铭他敢大拉拉的去讲 或许有得到中国的一些认同 或是默契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 会比照出韩国瑜的更懦懦 也就是说 他可能没有得到中国的授权啊 那他可能只有得到 某些人的首肯啊 这个首肯可能包括媒体的这个大老板 可是问题是媒体大老板 可能没有把直接的关系给他 所以他现在会担心啊 他是不是说错了一句话 会把他总统的这个位置没了 这个代表权没了 因为现在国民党的所有的参选人 总统的参选人 好像都要得到北京政府的首肯 然后都要去向他朝贡 然后要得到他的允诺 是不是这个样子 否则你就得不到更多的金元 或是媒体的资源 所以会搞得韩国瑜现在变成是 两面不是人 这边也不是 这边也不是 那但是这样子的话 会让我们更看到说 韩国瑜你不是高雄市长而已 如果你只是高雄市长 或许我们现在苛责你说 哇你怎么没有去讲说 你对于反中的态度 那我们太苛责了 没有你是已经正式 已经举办了两次 这个大行造势 已经庶民总统讲得那么大声了 所以我们一直讲的就是说 我们不会苛责 这个韩国瑜 是因为你要选台湾的总统 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你就必须表态说 你对于这整个反中 那么多香港民众 站在街头 然后适时要为民主政权捍卫的 所有的态度是什么 你是不是支持一国两制 如果你反对一国两制 你更应该站出来说 我反对一国两制 你可以在高雄市议会讲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在媒体 询问你 或是访问你的时候 你很大胆的说 我就是反对一国两制 为什么不行 你是在怕什么 你是在担忧什么 一句话拜托 我还是要讲 当年谢长廷去香港访问的时候 也见了中联办的官员 他也没有在中联办的官员 前面说他反对一国两制 就这样 不要两套标准 没有两套标准 他在公开的场合 让所有的人民去评论 而且那个时候 对不起 他没有任何什么公职再生 他也是前行政院院长 对不起 那时候他没有公职再生 我再说一次 前行政院院长 韩国瑜是县市长 现任公职 唯一一个就进去 而且还没有事先报备 过程保密 事后到底讲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 自己走进去 而且他还在那边说 他也可以来选特首 还记得吗 是不是 这个要更正一下 那个刚刚指责说 如果会知道 错了 他是事后才报备的 事后才报备 来来 余慧姐 怎么看 老实讲 因为这次反送中 在香港引发了这么多的 年轻人站上街头 香港市民 他们的一个反弹 其实台湾跟香港 这两个社会 虽然说过去不太一样 但是长期以来 互相会产生一些共振 不要忘记 像是每一年对于中国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大概全世界 就是香港最重视了 所以以六四天安门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时候 我还记得当时的学运时代 是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 所以台湾也有那个野百合时代的一个存在 那也因为野百合的这个时代 让台湾努力的 我们可以推向这个总统 互相影响 然后之后台湾有了太阳花 香港就有了这个雨伞革命 那这次香港又发生了 现在的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个反送中的 那我们在台北 在高雄 又有很多年轻人站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要提醒国民党 特别是提醒韩国瑜 这一股的年轻人对待他们自己的未来的那种不确定感 不安定感 甚至于对待他们看待 就是我们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 年轻人是会很重视的 过去历史一再的重演 只要你太靠近中国 那在那个关键时刻 其实民众是会唾弃你的 对 韩国瑜的部分 现在就说 因为他走进了这个中联办 其实就是用 人家说用脚在投票 虽然说你口头上说 没有什么 但问题是 不要忘记 他没有 好好的诚实的回答 台湾人民当时问他说 你去中联办干嘛 他当时是说 没有啊 我就去聊啊 聊我的太太啊 聊我的孩子 去心灵交流啦 好 那如果 如果去心灵交流 那不是他自己讲的吗 你去中联办 这个高度政治性的一个地方 去中联办 这个香港人 视之为异端的一个地方 那你去心灵交流 那今天香港 发生这些事情 你的第一个回答就 我不知道 不清楚 那你给台湾人 什么样的感受 好 再来关心韩国瑜 在北农总经理的任内期间 所涉及的背信案 又有最新的发展 来看VCR 韩国瑜来到宴朝 无障碍之家视察工地 表情很凝重 因为他在北农 又一桩丑闻被周刊爆料 韩国瑜先生的行为 已经不只是 道德瑕疵的问题了 当时台北市议员 指控韩国瑜 竟然挪用公款代理加分出游 还拿出公文 确认时任韩总和董事长 都有盖章 岂不是帮眷署花公款 韩国瑜立即澄清 但北农的背信风暴 尚未平息 征办两年多的背信案 北检密讯学者 追查韩国瑜去年 涉及滥发奖金 北检紧咬着背信事真明确 连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出来说话 韩国瑜在北农总经理 任内所涉及的背信案 现在检调还在调查当中 内容包括了周刊所爆料的滥发奖金案 也就是韩国瑜的亲信心腹 各领到30到50万元的奖金 另外还有旅游的部分 也就是北农他们的时候 带着员工去旅游去石原岛 符合补助的资格只有24人 但是却支付了包括李嘉芬在内 有50个人的旅费 照理说这样的一个案情 其实应该是非常的单纯 但为什么北检办了两年 却一直没有贞结呢 虽然北检有发出声明 就说这个周刊所报道的内容 与事实有所出入 但是案件会办这么久 老实说也蛮奇怪的 那年华哥怎么看 为什么会拖那么久 那会是韩国瑜后续在选举当中 有可能的一个未爆弹吗 虽然说这个检察长或是法务部长 都不能干预个案 这是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要求 甚至我在这边 我公开要求北检 这个案子真的不复杂 你有什么办的两年 韩国瑜告吴子家 北检可以在三天之后 马上传讯 动作这么快 然后这个案子可以办两年 好 今天既然周刊报道 你说与事实有出入 没关系 那你赶快把事实告诉我们 事实到底是什么 侦察不公开 赶快增结嘛 增结就可以公开了嘛 起诉之后 或者是不起诉 你就可以公开了嘛 你赶快把事实告诉我们嘛 你这案子这样子拖下去 平常就讲对韩国瑜也不公平啊 对 因为他如果要选总统 身上背着一个案子 对他来讲也不公平啊 他也会担心啊 对啊 那对其他的人也不公平啊 所以北检 你的动作要加速 因为这个案子真的不复杂 就该起诉就起诉 如果证据不够 不该起诉就不要起诉 就大家可以做公平嘛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假设周刊报道为真的话 那为什么 发奖金的部分是另外一个议题 那个是涉嫌 可能是违反公司法的背信罪 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石渊岛旅行团这个 符合照周刊报道 符合资格24个人 但是那一团50个人 旅费全部由北农买单 其他北农的员工我先不管 李嘉芬这个人 难道你不懂什么叫利益回避吗 今天韩国瑜当北农总经理 然后让自己的太太 去参加旅游团 然后用公费买单 我请问韩国瑜市长 请问公务员可以这样干吗 你说北农总经理不是公务员 但是他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今天如果任何一个人 他用公费 让自己的配偶出国旅行 你觉得会被炮轰成什么样子 韩国瑜他刚刚说 那个自费部分是他三个小孩 谢谢 李嘉芬确定是用公费 李嘉芬就是补助的 那请问李嘉芬是北农的什么职务 没有吧 总经理夫人 对啊 总经理夫人不叫职务 总经理夫人可不叫职务 对不对 那 董事都可以带一位眷属 他刚才有讲 那韩国瑜不是董事啊 他都比照 总经理夫人 这个规定 规矩都他自己解释 对不对 三个小孩都带去就好了 都他自己解释嘛 都他自己解释嘛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查清楚 有没有相关规定 另外我提醒高雄市议员 韩国瑜几次出国李嘉芬都一起去哦 有没有用公费 要查一下 对 有没有用公费 因为照规定 市长夫人可没有编公费的哦 自费啦 你就要自费 就请高雄市议员帮忙查一下 我补充一下啦 就是说 刚刚我们所看到 就是说周刊里面他讲了说 基本上符合补助的资格的是24人 可是最后所报的旅费是50人 那他这里面 他所谓的 为什么叫所谓合格的24人 是这里面也有一张签诚 就是说这个签诚是 有当时候的许长仁董事长 还有韩国瑜总经理自己签的哦 他说 各董监事的团备及随行人员 由本公司相关预算向下支付 眷属部分则自费参加 这个是在那个签诚里面 就写着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 只有是 你本身是监事监事的部分 董监事的部分是他付 其他眷属还是要自负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自己韩国瑜签的这个签诚 那你现在又讲这个样子 说我三个小孩 如果真的要降班 是知道我三个小孩就都装装了 问题是你今天这个签诚里面 是连你的太太李嘉芬这个眷属也不行啊 现在的问题是卡在这里啊 所以其实之前大家一直讲说北农怎么一下子案子结了 一下子没有结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之前在吴子家所报的那个所谓北农菜丛的那个案子 那个所谓结的是那个案子 然后这个案子办了两年 因为今天很多人说到底是韩国是整个案子 你们结了 你们没有结了 有那么复杂吗 对啊 就是说有些结了 那这个案子是完全针对他发放奖金的部分 就是说针对他的这个下属 而且是亲信 有些拿到50万 有些拿到30万 这样的一个奖金 那你是不是有巧立明目 甚至因为你本身 这个北农是受到市政府跟市议会的监督 你要去发放这么大笔的奖金 你都没有报 市政府也没有报 这个市议会让他们知道 那你又跳脱 而且懂监事也不知道 有你自己一个人 所以这个是不是违反到公司法的背信 然后再来就是再加上说 这个李嘉芬 这个为什么签诚里面是眷属要致富 那李嘉芬最后是在这里面 总共是不是最后变成说 韩国瑜说我李嘉芬要去 其他眷属也一起公费 对啊 其他也一起公费 否则怎么会24又变成50个人 这个问题其实真的要讲清楚 不过老实讲 这个北检要查 应该没困难 很简单嘛 这公文调查还是什么 调问一下 怎么查过呢 国董哥 这到底是内容有什么样的文章 当然特别就是说 因为北检会办这么久 感觉上就是说 会不会为后续的选举 带来一些所谓的未爆弹 还有说什么王小姐等等 这当中是不是可能 大家更有兴趣 司法新闻的记者都知道 检察官会仰案 在刺一个案 跟刺的那边 他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当然这个案 才有那个新闻信 我刚刚看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选几前 不要说选几前 他还在北农的时候 就已经吵过了 在台北市议会就吵过了嘛 又不是说台北市议会 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嫌高雄市长的时候 也没有人去爆料 现在爆料起来说 这康里才挥累 他以前就吵过了 所以他会不会影响 他的总统大选 我想影响不大 现在问题是 大家把目标放在 北杰你到底为什么 这个案子 你也不处分 到底要不要签结 你什么都不做 上次签结的 那个叫蔡崇案 去查到王小姐 那是蔡崇案 这个是背信案 不同的事情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韩国瑜在北农当总经理的时候 还不只是浪花奖金 你去看他那个报表 我一本厚厚厚厚 买那个洋酒 怕死人 洋酒买了多少洋酒 送各单 送什么地方去买洋酒 那个都已经骂过了 但是都不影响他 因为当时在议会 大家越骂的时候 他让他跑去高雄 选市长越红 所以这件事情 北一姐你必须要说明 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你们也不签结 那也不细查 那现在人家外面报答说 你们继续在查学者 什么查什么学者 跟学者有什么关系 我搞不清楚 他请学者当证人 学者有趣吗 发奖金 发奖金 他请学者当证人说 这个是不是背信 那个学者听说是 专门研究公司法的 专家证人 我们检察官有这么 肉肉咖到这种地步吗 对 我那不太相信 北检检察长拜托一下 好不好 人家是要选总统的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你不要在这里搞到大家 我们把这个事情当成很严肃在谈 其实王小姐的职额 把它弄进去 那个还供器私用 那个才真正糟糕 对不对 他有没有背信 可以 可以依供遭信 但是王小姐这件事情 你知道韩国瑜怎么回答 我用人是 你看他能有没有能力 确实是有 他没有讲说没有这件事情 他讲说我用人是合华 人家不是讲你合华不合华 人家是讲说你的闺蜜 不是闺蜜 那个叫什么 红粉知己 麻将 排咖 排咖 红红麻将咖 红红麻将咖 的职额你可以弄进去 而且他是记者 是抹报的记者 跟北龙有什么关系 你说专业有专业吗 你可以弄到里面去 你这个事情要解释的是 这个都说你用人这样 将来给你当总统 你用人乱七八糟 就像我们上次在讨论的 夫人帮一样嘛 你到底是用哪些人嘛 结果这个东西才问题重要 所以北检拜托 你不要只花你一个声明稿 说以事实有出入 那事实是什么 你不要说挣扎不公开 那什么时候才要公开 你如果可恶到 人家已经进入出现他过关了 要问你总统的时候 你再来做大文章的话 那你这个北检真是要全部都抓起来 这个扮他才丢 对的确 怎么可以这样子弄了 当然就是说外界有疑虑嘛 那这个虽然北检说 这个报道与事实有差 那问题是你自己要拖那么久 那也难怪这个媒体会来做文章 当然现在这个韩国瑜市长 要面对包括市政的问题 还有现在他的子弟兵潘恒旭 是不是也是有样学样 要跑去选立委呢 因为我们看到他第一时间 他自己讲的嘛 包括这个韩市府的这个内阁 官官局长 还有社会局长 还有这个民政局长 要去登记参选 那再来这潘恒旭的部分 他就说做到韩国瑜 不要我的那天为止 那有评论相亲 希望他去占这个庄瑞雄吗 另外这个民政局长是说 如果有更好的人选 会全力支持 当然后来潘恒旭就说 没有要选 只是让外界的观感 就说除了落跑市长之外 连局处首长子弟兵 也要有样学样 都跑去选立委吗 来美美姐怎么看 有落跑市长 那就有落跑局长吧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我当然讲这个 很天才的潘恒旭 他这么一讲 他现在不是撤文了吗 因为听说屏东人发出怒吼了 没有 他有句话很好笑 他说庄瑞雄有这么强吗 潘恒旭 你去问问看 潘恒旭是很强 他们党内都没有人挑战他 我跟他讲这句话 你也不要意外 对不对 一个什么爱河 他这么可以创造几十亿商机 那讲什么东西 五十亿商机的 一个信口开河 他这样子搞不清楚状况 也不意外 但是 但是也太搞不清楚状况 你才之前出言 为了捧高雄贬低人家 墾丁对不对 的这个春娜 那你现在说 你要跑到那个地方 你吃过去不要拜手头 你手头先跟他走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其他的这些人 对不对 这个什么寿山是不是 叶寿山 叶寿山 两任的屏东市长 对他当然是有过去在屏东的基础 但是也开始有这种异动的心 我真的就是说 老板是什么样子 底下就以为什么样子 那他们以为老板行情很好 可是殊不知 他这个老板已经江河日下 我坦白讲 那所以就说 这个潘恒旭 乃至于这些人 他们的反应 我们今天讨论过就算了 但是说真的 如果你整个高雄政绩都不好的话 你怎么去说服人呢 我只要请问一下潘恒旭 你不要急着选立委 你不要跟你的老板一个样子 我请问一下 你这什么什么赛马场呢 还有安诺斯瓦辛格 你的邓子琪 对不对 你好多 还有你的迪士尼啊 这些 你先搞好再说吧 你连这个本业都都做 他跟你讲 等我选上立委就可以做 还有漫威唬烂侠 对 那你连这些都做不到 你说你要去选立委 那所以你以为 你可以这样子低估人民的智商吗 那其实这边你又看得到 韩国瑜团队的危机的问题 也就是说 他们自己的本务都没有做好 甚至到局处长 好像都还没有补齐 可是你底下的人 已经跟你老板一样 纷纷有颗异动的心 没有成绩之前 就先说大话空话 我觉得啦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啦 所以为什么他删文删的这么快 坦白说 这就是又变成 土了个笑柄 如果说有个落跑市场 接着他的局处 也要落跑去选立委 老实说高雄人不愤怒吗 来 玉慧姐怎么看 现在王东上 是不是也有人在串联 要罢免了 当然很混露 这个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事实上是因为 如果韩国瑜假设 他要出来选总统 他身边一定在立委的选举的时候 要有相互拉台的 所以当他的这个局处首长 可以说是他的子弟兵 如果说也好 站好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各自挑选 以他是假设是国民党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的位置 那他们也都能够占到 相对优秀的一个位置的话 整个的资源是可以拉帮结派 是做起来的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对高雄市来讲 公平吗 这我们现在看到 是这几天正好下大雨 那下大雨有些地方积水 那高雄市过去告诉我们 在去年同个时间 告诉我们说 这个高雄不会再淹水 只要他当市长 他就不会再淹水 结果高雄的岗山 昨天还是淹水了 那现在登革二的这个疫情 因为每一年在这个时候 都会达到一个高峰 你知道登革二很麻烦的地方 他会有侵入骨髓的那种痛 所以一旦是一个人 他如果真的被登革二的蚊子咬到 他一进到医院的话 那个医院必须要用蚊帐 把它包起来 因为怕咬过他的蚊子 再去咬别人 会形成院内的感染 所以这个对整个的医疗体系来讲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但是如果你源头做好 你去喷药喷的这个做好了 然后或者是你整个社区的 这个卫生你能够做好 这些其实是高雄市民 现在最需要的 我再报一个料 因为现在也有说 就是高雄过去 在城居市长的时代 也有那个坐月子 有月扫的补助 那但是现在这些月扫的补助 他们很多人纷纷接到了 他已经要临盆了 取消了是不是 还是暂停 取消了 就是那这些 已经要临盆的这些 这些妈妈们突然间发现说 完蛋了 我去年我已经约好的 这些月扫 现在那怎么办 谁要来帮他坐月子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 非常细致的 而且是高雄市民 天天都会去遇到的事情 那高雄市长不能够说 只在议会讲发大财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跑到全国各地去造势 然后也不管 整个高雄市有淹水的 那路上有坑的 然后这有蚊子的 有登革热的 那有这个孕妇需要月扫的 那你还顺便把你所有的人 该管登革热的 你把他带到花莲去 那该负责 包括说观光 或社会局长 我们刚刚讲月扫 就是社会局 民政局这些 然后你全部都要跑去选举 那我觉得高雄市民 真的是情何以堪 对的确 如果说这个市长 现在都已经忙着 周周造势了 那看起来这些局处首长 好像也有些人 真的是不安于事 来指责 这对于现在韩市府来讲 会不会火上加油 毕竟人民观感 已经不是很好了 那又有人说 要接着要去选立委 老实讲 高雄的愤怒 现在恐怕 网路上的罢免串林 已经开始了 没有错 如果说 现在韩市长的内阁里面 很多人跑去选 这个立委 参与其他选举 那当然 我觉得那个社会观感 尤其是对高雄市民 一定会不好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只不过说 现在确定要选的 看起来只有夜寿三 潘恒旭跟其他 这个民政局长 大概应该 目前是没有了 所以我猜最后 应该只有夜寿三 会出来选 那整个内阁里面 假设只有一个 要出来选立委 那那个社会观感 会不会插到说 影响到韩市长的 这个选情 那我觉得可能还好 但是如果说 后续如果说很多 一连串 那当然就不妥 因为毕竟 这个韩市长 因为他坦白讲 他自己也都承诺 承认说有这个 违背政治承诺 就是高雄市长当了半年多 然后就要出来选总统 这个事情 对他是有 有一定某种程度的伤害 不然他为什么要 找一些解套方式 包含说 他未来可能在高雄办公 今天总部在高雄等等 就是说他已经了解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他才要做这些补救 那至于说他的子弟 至于子弟兵 要再去选其他的什么职务 坦白讲过去民进党 这个县市首长 很多的子弟兵 跑去选议员 跑去选立委 比如说刘世芳 过去是高雄市副市长 他选立委 那当然可能大家质疑说 没有 做很久了 现在这都做而已 我承认是啊 所以说他这个什么 他的这个冲击性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是说 这个问题的根源 到底是说 子弟兵能不能去参选 还是说 你只当了这么短的时间 是不是也去参选 我们讨论应该是第二者 韩国瑜自己都知道 觉得自己的正当性 不是那么充足 刚刚如你所说 他说什么以后当选总统 在高雄上班等等之类 但问题是子弟兵 不管最后 虽然说也许他撤文了 他没有要选等等 但是这样子的风声传出来 对韩市府 或是韩市长来讲 真的很伤 没错 或多或少一定有伤害了 但我一说 假设最后只有一个 夜寿山 而且他应该会 应该是确认参选 如果这最后 他也撤文了 也不选了 那就没有人了 所以我是说 如果说很多人 那当然是伤害 那假设是一个两个 那是不是对整个韩市 韩市府的内阁 会有很大的冲击 我觉得倒未必 不过整体而言 这种消息 就比如说要去参选消息 越少越好了 越少越好 真的 最好是连一个都不要有 来年华哥怎么看 现在网路上已经串联罢免 已经要再说 要在明年的总统大选 一次双杀 你觉得可能性高低呢 潘恒旭可能一开始 不知道那个选区有多大 后来他发现 从东港到恒春 要有100多公里 所以他就决定不选了 那太逆了 跑不了那么多 那当然我知道 现在网路上在串联 要罢免韩国瑜的人数 其实如果把换算成 法定的连署人数的话 早已经超过 已经超过了 已经超过 那可是就说 发动双杀 就是说明年 因为依法 今年12月24号 可以开始罢免 因为要就职满一年 依法12月24号 他可以 韩国瑜达到 可以被罢免的 这个 那个一年的 这个赏位期已经过了 那当然我想 高雄市民应该会有人 去发动这样的罢免 那至于时间点 所谓的双杀的定义 就是说 他如果真的来宣总统 让他络算 想要回来做市长 我们市长再罢免 让他两头空 那这当然就是 高雄市民的权利 因为这个罢免 本来就是人民的权利 虽然 选罢法已经经过修订 罢免门槛相对降 比较低了 但是说实在 要通过 真的是不太容易 因为关键在于说 台湾人不习惯去 投票让一个人失业 这是台湾人 比较厚道的地方 那你要看他表现如何 对 让市民够愤怒 对 就像这个 就看韩国瑜到 明年1月11号 累积的仇恨值 在高雄市 累积的仇恨值有多高 仇恨值够高的话 业力就引爆了 对 他搞不好 有可能会变成 台湾地方自治市场 第一个被罢免掉的 县市首长 也不一定 不过我觉得 我真的劝劝韩国瑜 因为说实在 虽然我们在讨论你出包 大家骂得很爽 可是我真的要帮高雄市民 讲讲话 昨天岗山淹水 岗山昨天的食语量 只有不到70 不应该淹水的 后来高雄市政委 承认是因为水沟没有清淤 然后人家据说 韩国瑜说 我又不会变魔术 你多给我一点时间 你都有时间去选总统 没时间挖水沟 每周六去造势 对 你没时间挖水沟 你要告诉 你要怎么去说服高雄市民说 我有时间去选总统 我有时间去华龙州 对 但是清水沟 对不起 请多给我一点时间 这个如果是在 以前花妈主政时代 早来叫麻烦得翻过 而且可能会淹吗 然后呢 韩国瑜上任到现在 唯一 唯一 他可以拿来说嘴的政绩 请加引号 陆平 我的陆铺的好评 这两天雨下下去 好几个地方刚铺过的 路面全部都是大洞 破宫了 你把路铺平了 但是一下雨就破洞 请问这是哪门子的政绩 昨天破两个地方 今天又破两个地方 没有五千个天坑 很快就五万个了 我跟你讲 照他这种程度的话 没五千个天坑 显然那个道路的品质 我们对韩国瑜有信心 觉得会被争 你铺好铺平 那你 刚铺好的路 照理说你刚铺好的路 一定是挖掉 刨掉 然后重新夯实 薄油再上去 应该是最坚固的路面 怎么会 说实在这个雨 虽然雨是不小 但是没有大到那种 像去年八二三高雄 那么大的雨 那显然品质有问题 那你的品质是不是有问题 还是有人在偷工减料 还是在干什么 而且为什么韩国瑜上任之后 特别喜欢铺马路 大家可以去想一个问题 很有趣 我是昨天突然想到 韩国瑜上任之后 为什么要喜欢特别铺马路 第一个铺马路容易被看到 因为每天经过 这期就知道不错 第二 请问铺马路的原料是什么 砂石 要不要砂石 李嘉芬的爸爸是做什么生意的 砂石 当然我不是讲一定有关系 但是我请大家好好去想一想 我不是说铺马路不好 你能把马路铺到平 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解决城局留下来的问题 第一个 第一个你的马路 城局以前也没有下这种雨 就破好几个洞了 第一个 你的马路铺的不好 下这种小雨 这个不算大的雨 你就破洞 它是为政绩 现在马上破工 对 现在马上破工 然后水沟也不清 然后更不用讲 前两天看到有人拍一张照片 高雄市某一个 应该算是市区的路口 一个三角形的空地 你知道那个公车开过去 就旁边那个杂草 已经快跟公车一样高了 你说这样有可能没办法 生态公园 你去问高雄市民 因为常年住在高雄市的市民 都很清楚 每年大概农历年过后 开始天气要转热 就开始要煮油 因为要除草 然后要碰药 准备要预防登革 因为马上要热了 那今年你去问高雄市民 这不是我会说 你去问高雄市民 今年碰药的次数 是不是比往年少很多次 现在看起来 高雄市民是累积了多少的一个愤怒 郭东哥 这个罢免的部分 当然说年黄哥讲有其难度 只是说 这个一次一次的这样的愤怒 累积下来 恐怕高雄市民最后会被反扑 中将我想先跟观众兄弟说明一下 我们不是要求市长你去清水沟 也不是要求市长你去把马路都扑平平平的 不是 我们是跟市长讲 作为一个有能阶段力有破力会领导的市长 这种事情不应该一直在发生 我当然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就好了 今天很大的新闻 新北市长侯友宜 撤换淡水分级场 因为四天海队 有两场迎神赛会打架斗殴 马上撤换 还自己跑到警察局里面去拍桌大骂 这是什么 这表示说我堂堂一个市长 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 尤其他当过警政署长 认为如果这样的话 地方黑镜恶势力越来越嚣张 你不赶快立马处理怎么行 怎么可以纵容这样 而且一切都推给侦查队长出来 开记者会处理事情 他认为是处理不当 你分级场应该到现场去 这就是厉害了 来你看看 台东一个分助手的首长两线二 走私是贩毒 局长只记过 因为新北市这么当机立断 不过是打架 银神塞外马上换分局长 台东的 记得过 走私贩毒是比打架严重几百倍 照代理讲 你台东马上 那个警政署长马上 台东局长马上撤换 你的分支所首长在走私贩毒 而且贩毒这么久 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轻重反击 我的意思是 一个市长可以处理事情 没有处理事情 看会出来 韩国瑜市长 他一定会讲 这个应该有副市长在主导这个事情 什么事情都问我 就是以前你习惯这样子搞法 人家当然就问你了嘛 为什么水锅会不通 为什么灯隔热会一直发生 为什么 因为你忙着要去选总统去了 如果你没有选总统这件事情 我相信高雄的市民跟记者也不会整天堵麦 堵你说 市长你这个几个月里面做的怎么样 怎么样 不可能的嘛 你不能一心两用 今天人给你站住好而已 为什么你自己雇佣市政府的市情 没办法够好呢 现在连你底下人都心不在焉了 这个想选立委 那个想干什么 大家都认为说 你都想走了 我们还留在那里干嘛 是啊 有样学样 怎么会一个领导的一个市长 高雄市民89万票给你 迎来的是这样一个市长 这个是大家都想不通的 你的民调不升高 你也不要怪别人 是你自己做给市民看的 是你做给台湾人民看的 所以这个事情要检讨